去年區議會選舉 有參選人叫過光復香港時代革命 向選舉主任解釋之後成功入閘 民主派說如果將來因為同一句口號 已丟Q候選人是鉗制言論自由 梁家儀報導 去年的區議會選舉 有候選人入閘之前 要向選舉主任解釋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的含義 出選元朗元龍的張秀賢當時回覆說 是將香港光復去年的面貌 使民享受各種自由 參選者不會因為政治傾向被取消資格 這個時代必定要透過大型變革 才可以令香港繼續向前 沙角選區的陳少陽解釋 是回復港人的核心價值 例如法治、自由 時代革命是指思維和政制上的突破 沙田第一城的黃文軒回信說 有敢於基本法入面承諾的高度自治 50年不變 其他權利和自由急速倒退 希望香港能夠回復以前的核心價值 中央政府確守《基本法》的承諾格新政制 最終三個人成功入閘並且當選 同一句說話 政府現在解讀是有問題 民主派都認為如果因為同一句口號 日後UDQ候選人是鉗制言論自由 有線人是記者梁佳怡報道 也要去… 啊… 继续